元绍和元树兄弟俩都是东汉末年著名军阀 出身于名门望族 家族为四世三宫的汝南元氏 拥有一副好牌 因此二人开始发展都不错 开始都是朝廷要员 董卓之乱后都发展成为一方大佬 元绍出为私立校尉 曾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 后来占据济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 击败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赞 势力达到顶点而元绍出为虎奔中郎将 董卓进京后为后将军 后因未获而出奔南洋 参入讨伐董卓割据扬州 不过二人都以失败告终 元绍在关渡之战被曹操打败 两年后病死 元绍称帝引起众怒 先后为吕布曹操所迫 最后呕血而死 二元兄弟的失败让人叹息 他们的妻妾却让人痛恨 元绍的妻子为刘氏 他生有三子 元坛元兮元上 元坛是长子 十分贤惠 元上是少子 长得十分漂亮 刘氏十分喜欢元上 多次给元绍吹枕边风 夸赞元上 元绍本来也很喜欢元上的容貌 于是就想让元上继承自己的事业 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而把元坛过继给了哥哥 并外放青州 导致了二字相争 刘氏妒忌心极强 元绍刚去世 还没有下葬 刘氏就迫不及待的 将元绍的宠妾五人全部杀死 杀死他们后 又担心他们地下有之 与元绍再度相会 于是又毁坏他们的尸体 把他们的脸用墨抹黑 并剃光他们的头发 又让元又帮助他杀光死者的家族 刘氏心狠手辣 形势果断 给人感觉应该是宁折不弯的人 然而事实却相反 建安九年 冀州夜城被曹操攻破 曹丕进入元上宅 见到刘氏和元绍儿媳珍氏时 刘氏自负双手 以示公顺 见曹丕喜欢珍氏 就把珍氏献给了曹丕 元绍有刘氏一个独妇 而元树呢 却有一群独妇 冯氏是东汉朝廷 私立冯芳的女儿 长得非常漂亮 可以说是角色美女 因汉县帝初年天下大乱 而在扬州避难 元树一次登城时 无意中看到了他 很喜欢 就奈他为夫人 十分宠爱 元树的其他妻妾 十分妒忌他 就联合起来 对他说 元树最尊敬 有志向节操的人 你应当实时替其忧愁 一定特别受他敬重 逢是接受了他们的说法 之后见到元树 就常常哭泣 元树认为 他胸怀大志 更加垂帘他 过了一段时间 那些妇人 见时机成熟 就一起把冯氏搅死 然后将他的尸体 悬在厕所梁墓上 伪造成 上吊自杀的样子 元树以为 他是不得志 而郁郁而终 于是厚葬了他